卖入第25年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刚出生的宝宝卖入第25年 他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青年 来准备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呢 迈入第25周年 全变也像这么样一个顶天立地的青年 辩论是什么 辩论是思维的激荡 能够撞击出我们内心的种种的火花 还有思维的火花 身体需要运动 脑袋也需要运动 辩论就是脑袋的运动 全变它不是一个个体 它也不是一代人 它是过去24代人种种的经验的累积 那么今年第25代 相信接下去还有很多件要继续传承 我们希望全变做得越来越好 请大家支持全变 回首一路蜿蜒的足迹 期待寻寄的年轻身影 不尝尝的续传承 藏老的岁月 藏老的岁月 藏老的脚印 藏老的脚印 藏尽不虑 期待去航的心律 不尝尝不尝尝不尝尝的心 不尝尝的心 不尝尝的心 我照里 μου 顶不尝尝不尝尝的心